HELLO 大家好,我是Sara 今天呢要來開箱 我們要去加東旅遊一個月的行李 就是一個登機箱和一個後備報 嗯,一個月 那我就來開箱給大家看我都帶了什麼東西 看起來是不是非常的壯觀 我其實有先寫下來我必須要帶的東西 那這看起來都是我本來寫在我的記事上面的 當然還有一些是沒有寫在上面的 比如說衣服我看只有寫幾件 那我先介紹一下 就是這兩件外套呢是我會穿在身上的 因為要節省空間嘛 所以呢就是都把外套穿在身上啊 那為什麼我會帶這兩件外套 主要是因為我會去爬山 所以就帶了這兩件外套 然後呢再來介紹一下 我覺得我的後備包真的超強的 不管是Air Canada還是Flare還是Li 他們的personal item 就是剛剛好這個大小 對吧 剛剛好 然後呢我就剛剛大家有看到 我塞了非常多東西進去 這專門桌相機包超好塞的 那妳要不要解釋一下妳的相機跑去哪裡 在妳的包包啊 因為器材的部分主要是放在哪裡 通常後備包的東西有哪一些 當然就是有筆電 因為必須要工作嘛 所以一定要帶筆電 那大家應該沒有看到充電器 充電器呢就是在3D的包包 然後呢還有保溫品 還有吹風機 就是這個吹風機是那種 清電型的 旅遊袋的 就非常的方便 然後還有這一大袋的 就是有沐浴乳啊 洗面乳 洗髮精 牙刀等等 那這都沒有超過暖洗色 有沒有趁過 然後這就是我的化妝包 還有這是盥洗包 但是因為手提的部分呢 你要把它都裝在袋子嘛 所以我這裡面就沒有液體的東西 這是一個空的包包 鞋背包 就背後背包就好啦 沒有這是要搭配衣服 所謂的精簡旅行 還有搭配衣服這件事情 當然要 然後呢這一包呢是 其實它裡面有兩件外套 然後還有一件防水褲 這裡面我塞了兩件外套 等一下所以你總共戴幾件外套 一二三十 四件 太多了吧 少量那一件外套 那相機就可以給你背了 不用 你的空間夠啊 我們剛剛都有聊過了 我的空間夠不代表 可以給你用 我覺得我燈機這樣買對 它真的可以塞超多耶 這邊是我的室內拖 因為主要是穿登山鞋 然後呢 還有再帶了一雙跑步鞋 那跑步鞋呢 就是在 嗯 我們的行李箱 保暖的這個羽毛外套 超輕的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 可以戴 然後呢 戴了兩頂帽子 那這帽子主要就是 爬山的時候 就是遮陽弄的啊 也是非常的親眼 不是為什麼要戴了兩頂 就是如果都戴同樣的頂 就看起來都很大 他又戴了耳篩 那耳篩我覺得還蠻疲備的 因為你不知道你住的地方 環境會不會很吵 睡覺的時候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戴耳篩 就是我們出門旅遊都會戴的 這邊呢 大家看到的就是衣服啦 我們去的時候大概是15到25度 就是range蠻大的 所以呢 我就想說 還是要戴幾件軟袖 然後有一件是那個 發樂衣 對啦 那會太冷 所以戴發樂衣 戴一件呢 四件衣服 和一件裙子 然後這一包呢 我覺得超強的 他真的塞超級多 11 12 13 你真的少戴幾件可以差很多 我還有戴了兩件瑜伽褲 瑜伽褲 一件是薄的 一件是厚的 然後一件牛仔褲 還OK吧 幾雙襪子 八雙 你等一下看我戴幾件 因為呢 我洗澡都會用戳島間 然後我習慣用自己的毛巾 所以我會自己在牛巾 OK 我的登機箱 基本上就是衣服們 然後其他的就是 上路到的後背包 好 你覺得 有什麼你還想戴的東西 鍵盤 但是放不下的 衣服拿掉 其實有可能曬一下鍵盤 給你慢慢考慮 所以這就是你全部的東西 對 對的 好 那接下來換我了是嗎 走 我來看看 朋友戴的衣服 被剛剛從我的行李箱拿出來 你勸說成功了 圍巾 毛帽 還有一件衣服 嗨 好 輪到你了 現在換我開箱了對不對 對 也是一個carry on 一個包包的概念 個人品牌的尺寸 有這麼大 對 那個個人品牌 43x33x15 還有一點點超過 有一點危險 不過這個就是我 基本上平常出門 帶的包包 那你要打開來給我們看 你帶什麼了嗎 好 裡面 現在正宗社會裡面 有很多付出我的東西 那是誰 是我們 我們 你開始介紹你的東西吧 等一下我想要問一下 你很渴嗎 為什麼要帶三個水瓶 最主要最主要最主要 是因為我們這次遊遊 要爬了 9小時 可是體積很大 anyway我覺得還是需要 所以我已經帶了 好 保鮮盒 對 總是會有一些食物許強 我們帶在這 就爬站的時候 其實你帶的水瓶也很不錯 對 所以帶基本上是 應該一半是Sera的東西吧 沒有吧 只有那個引擎眼鏡是我的 一些醫療用品 像鹽藥水 跟我的 過敏的噴劑 保養品 保養品 雖然我沒有什麼在用保養品 可是就是 嗯 這個年紀需要保養囉 這一包 就是我的 插座充電相關 或者 喔 像線啊 這麼多線 就是充電 它基本上還可以充筆電的 所以就不用再另外一個電壓器 它可以充筆電 這可以輸出到100W 是喔 可是缺點是這個也蠻重 嗯 這其實也不小 可是好處是 它除了充筆電的時候 還可以充一下 很多的 線 很多的線 對 我們有一大堆器材還有充電 有GoPro有相機 行動電源 筆電 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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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衣服嗎 剛剛Sera的衣服應該穿這麼大一塊吧 我的衣服就是這樣 所以你戴了幾件衣服 一件短褲 一件短袖 這加上是她一件短袖 總共兩件短袖 兩件長袖 兩件長袖 兩件長褲 都是那個 運動的那種長褲 這不一件而已嗎 欸 你看你少戴 你在那邊 然後襪子 兩雙 兩雙 就是一身上穿一雙 就是 戴兩雙 所以你預計每天穿一樣的 沒有啊 每天會穿不一樣 可是只要穿一件 就另外一件就會寫 所以如果很冷的時候怎麼辦 這件衣服非常保暖 其實我們平常滑雪的時候 也都這樣穿 是沒穿啊 這個是我們平常滑雪的內衣 對 可以再下一件防風 應該夠 信心可以穿到臉都 而且你身上這件褲子 你夏天也可以穿 嗯 冬天也可以穿 好 這是我的衣服 超級簡單 超誇張 然後那鞋子是 這鞋子還不是我的 這是Sarah Sarah很堅持 她一定要穿到兩雙 感謝喔 我們現在講器材的部分 我們現在有 我們這次 因為去到一個 我們從來沒去過的地方 所以我們特地帶了孔拍機 對 其實我們也是這次才買的 對 我們從從來沒有買過孔拍機 沒錯 這次就想要試試看 所以你也帶了三個包包嗎 我本來是沒有要 要帶三個包包的好不好 都是因為要帶你 沒有沒有 我兩格喔 一個登機像嗎 你知道我本來怎麼打算嗎 本來根本就沒有要帶這個 然後呢 我只要帶這個包就好 但是因為要帶所有你的東西 我才必須有 哪有所有我的 是我們的 放相機 相機跟空拍機 會放在這個小包包 然後再來部分還有 腳架 Sarah塞不下塞過來的 Sarah的花式 那個 對麥克風 然後再來是登山的用品 登山用品 剛剛騎到了 對 頭燈 對 天氣真的太暗的話 可能需要 我覺得這個是還蠻必備的耶 因為有時候你爬山不知道會爬到幾點 嗯 或太晚去 對啊 或者是陰天 其實我們在滑雪的時候也會帶 嗯 基本上的概念就是 如果我們手機沒有訊號的時候 我們需要分開 需要通訊的話 這個是真的非常非常方便 大推 其實由於很久到你有沒有帶 就想說最後就塞在身上 對 其實還是蠻方便的 因為我們真的遇到很多隻手機沒有訊號都找不到人 真的很麻煩 爬山好像比較少帶 是主要是滑雪 還有一個是滑雪的時候天氣太冷嘛 然後手機沒電 我們還真的有遇過兩隻手機都沒電 對 找不到人 所以還好帶著對講機 對 我們還有一次是很多人的時候 我們去參加活動 超級多人 你說煙火節嗎 超好笑 想了很久還是帶 因為這個姐姐的時候有她還是這樣 對啊 爬山相關的手套 嗯 手套 手套 以及用品 這個是 就是 保暖的那個 blanket 就是像反光彈子 暖暖包 暖暖包 一樣都是希望不要用到的 那你跟我都很冷的時候要給誰用 你說 我跟你比大一點就是 請你先用啊 喔 好 最後就是我膝蓋 護膝 你要不要說一下為什麼會需要帶按摩球 Tierre跟我都是長時間坐在電腦鞋面的 變得就有點像皮膚品這樣 因為我們晚上睡前就必須要按摩 不然一直都有一些肌肉痠痛 當然拉筋也可以 對 但是按摩球真的超推耶 結論就是我還有空間 然後就可以通過 第二個就是展開的替代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包包已經塞不下任何其他的東西了 對 都已經買了 你也不想不換包 那一大堆除掉袋 所以 我的東西就是這樣子 很好很好 所以大家應該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 我的行李跟你的行李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這不是重點 這是重點 這為什麼不是重點 你其實怎麼樣都還是有辦法塞下這麼多的衣服 但是我還是可以塞得下其他我必須要帶的東西 這才是厲害的地方 沒有吧 你帶了很多不必要的衣服 沒有 然後你把必要的東西都丟到我這裡來了 沒有啊 只有 只有 你的意思說你丟過來的東西都不必要的時候 沒有 只有幾樣而已 其實認真算很多東西 我這次也只有帶一個登基像一個後背包而已 你想要怎樣 沒有就是 我只是想要一直想要跟你強調 就是其實還可以再少一點 這次就是我們 一個月行李的分享 絕對Saya帶了什麼不必要的東西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一個月之後你就自己去影片留言 然後說我其實該帶什麼沒帶到 然後我不該帶這麼多衣服 沒有我把影片刪掉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啦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要趕快再把東西收進去了 好 掰掰 下次見 下次見掰掰